记者王秀廷台东报道,行销乡镇特色,台东吃上香,关山镇有志一同将年度活动分别以年历阅历方式呈现,让乡镇民众一目了然,还可以事先预知己安排明年的行事历。 关山镇公所农官特长彭成峰表示,镇公所印制阅历已连续三年,尽量让所有协助镇上活动的民众都能在阅历看见自己参与活动的样貌,参与者看得开心还能珍藏,不过阅历成本较高,仅发行一千份已出现在阅历上的镇民及机关团体为主要发送对象。 吃上香公所则以年历方式行销乡内活动,乡长张瑶诚说,一面印有每个月的重要活动照片,让乡民一看就知当月主要活动,另一面则是印有农民力的小型行事力,告知大年初一遇清工青春发财经,7月3日到米平损补助开始受理申请等,方便查看将内重要节日举办日期,还可自行填上核实茶药。 收割很方便。 张瑶诚指出,年历一张成本30元就能宣传池上香内所有大小事及活动,便明又省行销经费,让民众到池上游玩可预作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